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詞曲 李宗盛 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題目是 真實的同心和意 我們都知道我們現在生活的 在這個世界上面 充滿了各樣的欺騙 充滿了各種謊言 打開電視 打開媒體 我們常常看到就是一些假新聞 假消息 假廣告 我們活在一個欺騙的文化和世界當中 好像文化 這個欺騙的文化成為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每次我們收到一個LINE的消息 或者是WeChat的消息 我們都心裡面第一個都要想 這是不是真的 對不對 因為看到標題很聳動 就會想說這是不是真的 我想問在座的各位 有誰沒有接過詐騙集團的電話 有沒有 果然 我們每一個人都受到詐騙的騷擾 詐騙集團 他們的成員都要受過訓練 其中有一項他們要團隊合作 他們要同心合意 所以常常為了要取信受害人 他們必須要演戲 要創造一個擰真的情節 要互相掩飾 那我們不小心 我們就很容易 因為貪心 或者是受引誘 我們就上當了 失淺失利 其實我們教會 也是看重同心合意 但是這兩個 這兩個團體 有什麼差別呢 這兩種團體 都看重同心合意 在本質上面 有什麼區分呢 詐騙集團 可以跟教會 一起同心合意嗎 大家都買過東西 對不對 當你們在買東西的時候 現在都會有一個 這個包裝的封面上面 都會有像這樣的logo 就是 不含什麼 不含防腐劑 不含人工色素 不含造成過敏的這些物質 同樣的 我今天要講的 真實的同心合意呢 是 不含欺騙 是不含欺騙的 那大家可能會想 同心合意 跟欺騙 有什麼關聯呢 今天我們讀的這個 經文的背景 在上文第四章的時候 有一個背景 就是講到呢 初代的教會 他們在一種 前所未有的 復興的光景當中 當時的時候 教會呢 弟兄姊妹 他們有田產的人 有田產的賣田產 把奉獻的錢 全部拿來 放在使徒的面前 在這個群體裡面 你們看那個 紅色的字 他們都怎樣 他們都是 一心一意的 就是 他們裡面 只有一個心字 就是你的東西 就是我的 我的就是你的 沒有一個人說 這個東西是他自己的 他們都願意分享 那在他們當中 也沒有窮人了 因為 人人都將田產 拿出來賣 有田產的 就拿田產 那沒田產的呢 就等著供應嘛 所以說 內中沒有一個人 有缺乏的 在這個光景中 我們看見 使徒在這當中 神使用使徒 大有能力 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神機啊 在當時的時候 弟兄姊妹 會願意把他們 原來在地上所积攒的財富 把它變賣 他們原來是為著地上的財富而活的 現在他們為著神國而活 他們全心全意 同心協力 為著傳福音 為著神的國 天天在那裡聚會 撥餅 除此之外 我們也看見 神使用 傳福音的 這些的使徒們 他們大有能力 大有信心 大有神的作為 在他們當中 今天弟兄姊妹 我們渴望 渴望復興嗎 我們可不渴望復興 如果今天復興的其中一個條件是 哎呀 我們也要把這個 財富都給 田 房子都給賣了 然後我們 就是 你所需要用的 信徒們所需要用的一切 都有供應的話 那這樣是不是一個很好的光景呢 在今天來講 似乎 我們沒有看見 哪一個教會是這樣的 反而是異端 他們有這樣的情況 在這樣的一個氛圍之下呢 發生了一件令人 叫人遺憾的事 為什麼 撒旦 魔鬼出招了 亞拿尼亞和撒非拉 他們成了撒旦的乳物 讓我們來看看 他們發生了什麼事 剛剛我們念的經文 我們就看見 亞拿尼亞 撒非拉 他們賣了田產 他們 他們留下幾分 其餘的拿來奉獻 結果 結果 卻被使徒彼得當面責備 他說 你欺哄聖靈 把田地的駕營 師子留下幾分 看到這裡 弟兄姊妹 你可能會心裡面 有一個疑問 難道奉獻錯了嗎 難道亞拿尼亞和撒非拉 他們的奉獻 他們的奉獻 有問題嗎 那想想亞拿尼亞和我們相比 亞拿尼亞好像比我們還愛族喔 他們願意賣田產 其實不容易耶 哇 亞拿尼亞和撒非拉 弟兄姊妹 我們 我們會覺得他們在這裡 好像他們該受罰喔 但是想想 其實我們真的有比他們 外表做的還多嗎 好像沒有 也許我們當中有些人 可能還在因為奉獻這件事情 掙扎 但是我們看見亞拿尼亞他們的表現 注意喔 他們的行為 看似 比我們有些在我們當中 還來得更近錢呢 不是嗎 他們跟愛主呢 他們做了什麼呢 他們做了什麼 哎呀他們其實就是商議一起賣田 賣田產 然後呢 也願意奉獻 他們也願意奉獻 而且奉獻的是幾分啊 看起來是超過十分之一 因為他說幾分嘛 幾分奉獻 幾分留下來 對我個人來講 我做不到 除非聖靈感動我 聖靈沒感動我 神沒有叫我做 我不會這麼做 我不會試探神 我不會去變賣我所有的 就是給出去 因為我知道神還要繼續的 要使用我 所以我在聖經裡面 我常常看見 有時候我們試探神是因為 我們片面的真理 我們沒有了解全部的真理 其實神並沒有叫我們 把所有的去變賣 過一個窮光蛋的生活 苦哈哈的侍奉神 並沒有 然後我們看見 亞拿尼亞和撒菲拉 他們確實是行的一些 行的還不錯的 這些的 侍奉 奉獻這樣的行為 看起來還不錯 甚至我覺得 以行為來講 我們很多人都比不上他的 他們賣田產 他們願意奉獻 他們留下幾分 理所當然的嘛 過生活嘛 但是他們卻被使徒說 你為何欺鴻聲 我們其實不太明白 到底這裡面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彼得說 你欺鴻聖靈 把田地的價銀 私下留下幾分 他說到 田地還沒有賣之前 這個不是你的嗎 你可以做主嗎 那既然你賣了 拿到了這些的價銀之後 拿了這些錢之後 你還是可以決定 你要奉獻多少啊 那你為什麼心裡 注意 他說起了這個意念 你為什麼起了這個意念呢 接下來說 你不是欺鴻神 你不是欺鴻人 是欺鴻神 亞拿尼亞他心裡面有一個意念 被拆穿了 在第三節彼得說 為什麼撒旦 充滿了你的心 哇 使徒怎麼會知道 撒旦 在亞拿尼亞的心啊 各位姐妹 如果我們今天收奉獻的時候 收奉獻的這些同工到你面前 你就說 撒旦充滿了你的心啊 你會怎麼講 你會不服氣嘛 對不對 欸 但是 當聖靈在使徒的心裡面 有讓他有屬靈的看見的時候 他好像可以看透 亞拿尼亞他的心思意念 他有知識的言語 他有從神來的智慧 他有屬靈的能力 他可以看得見魔鬼的作為 他就指責他啦 你不是欺哄人 是欺哄神啊 其實亞拿尼亞他有什麼錯呢 我們在想 在奉獻事情上面 就不過就是個奉獻嘛 為什麼還會被使徒責備 也許 我們從上文可以看見 就我們剛剛讀的 人人都這麼做了 那亞拿尼亞和撒非拉 他們也要這麼做 但是在他們心裡面 有一個以自我為中心的 侍奉觀念 他們想要在這樣的侍奉當中 在參與在這樣的侍奉當中 可以 與熊掌見的 就是名利雙收 就是可以藉著這樣 孤名釣獄 騙取名譽 騙取掌聲 同時還可以過自己的生活 哇 這樣不是很好嗎 也許他可以像有一位 立位人 我們都知道 使徒稱他為巴拿巴 就跟他一樣有名 這個巴拿巴也這麼做了 也許亞拿尼亞和撒非拉 也想像這一位巴拿巴一樣 被人人所稱讚 有一些服飾 我們做一些服飾 是否掺杂了自己肉體的欲望呢 想在當中獲取一些掌聲 得到一些好名聲 甚至在教會界裡面 成為有名的大牧者 有名的長老 有名的基督教作家 有名的歌手 有名的敬拜團 有名的教授 甚至現在有名的YouTuber 魔鬼希望你出名 魔鬼希望你出名之後 他可以誘惑你 在當你最軟弱的時候 最得意的時候 給你最致命的一擊 然後你的醜聞 就會展現在世人面前 他將會給上帝最大的羞辱 在我們的事奉 我們的觀念裡面 在我們還在很卑微的 開始事奉神的時候 我們裡面是不是就有 隱藏著一些不可告人的 這些的需要被對付的 這些的屬肉體的欲望呢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都有 我們每一個人 多多少少都會有肉體的反應 都會有肉體的欲望 都會有不對的動機 但重點是 我們怎麼去面對它 如果我們不好好 面對我們裡面的欲望 不好好去面對 去對付我們裡面的這些欲望的時候 有可能我們活出來的 就是一種欺騙的手段 藉由一些手段 隱藏的手段 來達到我們侍奉的目的 可怕的是 我們自己還不知道 就像亞納尼亞 他自己還不知道 如果他知道他今天的結局會這樣 我相信他不敢 他不敢的 但魔鬼最厲害的就是 他欺騙我們 他誘惑我們 然後叫我們活出欺騙 大家聽明白嗎 魔鬼最厲害的手段 就是謊言 他是說謊者 說謊的父親 他是敵對上帝的 他如果在我們心裡面 放下一些謊言的時候 我們不自知 久而久之我們活出這樣的生命 甚至我們還活出 跟他很像的生命 欺騙 我本來想拿一首詩歌做例子 但是我在想 這樣太不盡 因為有一些詩歌真的是神感動人寫出來的 那我就用世人他們所寫的情歌好了 唐永林他的一首歌裡面寫道 我真的愛你 這是情歌嘛對不對 我真的愛你 愛你到一個程度 我願意改變自己 有沒有像我們的詩歌啊 我願意為你流浪在戈壁 好像黃國人的 我願意為你 被放逐到天際 只求你不要拒絕 不要離開 不要給我風雪 又說 我真的好愛你 我願意改變自己 我願意為你 背負一身羊皮 只求你讓我靠近 讓我愛你相威相依 後面說 我確定 我就是那一隻 披著羊皮的狼 世人他們寫的 真的很貼切 他形容他自己是一個披著羊皮的狼 弟兄姐妹 我們在何事軟弱 曾讓撒旦有機可乘呢 成為破壞教會同心合一的工具 我這麼講 好像有點嚴肅 有一個反笑話這麼講 有一個教會呢 因為有太多人的問題 於是長子們討論之後 決定找了一個大有名氣的講員 來辦什麼呢 你們會覺得辦什麼 辦靈命奮心大會 那一天信徒都慕名而來了 魔鬼的手下也來了 他們在一旁觀察看看信徒的反應怎麼樣 他們感覺大事不妙 講員的口才太好了 大家都很專注在聽 就在呼召的時刻 講員就帶著大家深切 認罪悔改 講員邀請在座的 參與的弟兄姐妹說 如果你們有以下的犯罪的傾向 請勇敢的在位子上面站起來 結果你們猜怎麼樣 結果沒有一個人敢站起來 這個時候魔鬼的猜疑 看到這樣的情況 他感覺大事不妙 於是他打電話回去 給這個魔鬼偷偷跟他說 司令不好了 這個教會太屬靈了 他們沒有一個人有問題 他們沒有一個人犯罪 電話另外一頭就傳來大笑的聲音 哈哈哈哈 不要攪擾他們 我可以在神面前繼續控告他們 而且他們真配得做我的門徒了 大家聽懂嗎 魔鬼的門徒不會承認自己是欺騙的 魔鬼的門徒不會承認自己生命是 是什麼呢 是沒有問題的 弟兄姐妹 我講這個笑話 並不是說我要諷刺我們在座的每一位 而是要提醒我們 今天神的道要光照我們 當我們常常以為自己沒有問題的時候 小心魔鬼就在細節裡 小心我們裡面還有一些是沒有被揭發出來的 但是是隱藏的惡 弟兄姐妹 假的真理假的文化 假的習慣都會害死人 你們聽過 這個笑話是這樣子的 在這個國家裡面 什麼都是假的 只有騙子是真的 有一個老農夫 他花進了所有 買了田 買了種子來剝下 到秋天發現 沒有一個 長成可以收割的 沒有果子 追根到底發現 這個假子 這個種子是假的 老農夫 投訴無門 所以呢 他一氣之下 就買了一瓶農藥喝下 結果 沒死 因為農藥是假的 我們當中有些人聽過 不過我在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很荒謬 什麼東西都有 連農藥也是假的 於是 於是這家人都沒死 很慶幸 於是就買了酒來慶祝 結果喝了酒 全家都死了 因為酒也是假的 弟兄姐妹 我們基督徒不要活在這個欺騙的文化下 而不自知 我們現在就是在一個欺騙的文化 天國的文化是誠實的文化 我們記得 基督徒不要使用魔鬼出品的產品 它們的種子 是謊言的種子 它會讓你白佔地圖 當魔鬼的種子 撒在你心裡面的時候 結出來的就是謊言 它會讓你白佔地圖 你結不出屬靈的果子來的 最後 要提醒我們大家 我們要做上帝的農夫 要喝聖靈的新酒 要讓聖靈來充滿 為什麼亞拿尼亞 七紅神 最後會招致審判呢 他從來沒有想到 對不對 如果亞拿尼亞 他心裡面知道 他這麼幹 會導致沒命的時候 他還會做嗎 我想 他不會做 各位弟兄姐妹 但是諷刺的事情 諷刺的事情是什麼 亞拿尼亞這個字啊 他的名字叫做 耶和華聖靈 耶和華聖靈 他是耶和華所保護的 是主的恩慈 但是很諷刺的 他並沒有因此而受到神的聖靈 這罪為什麼導致於死亡呢 大家記得使徒行傳 他不是神學 他不是在討論神學的 他是紀錄當時候發生的實際的情況 也有人會問 到底他們 會不會下地獄 有些人說 會 有些人說 不知道 但是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情 我們很確定的 這是上帝的主權 這是上帝的主權 還有人說 是彼得殺了他 因為彼得很有權柄 就算彼得有權柄 那權柄從神而來呢 那審判的權柄是從誰而來呢 我們看見 亞拿尼亞聽見這話 就撲倒斷了氣 從這句話裡面 我們聽見 我們看見 竟然 當他聽見彼得宣判他 你是欺哄神了 他就撲倒 他就斷了氣了 弟兄姐妹 這有沒有讓我們想到一件事情 神是不可侵慢的呢 當我們在神的仆人面前說謊 我們以為上帝不知道嗎 我們繼續往下看 彼得在後面更指出了 這樣欺哄的罪 其實是試探神的 過了三個小時 他的妻子進來 還不知道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彼得對他說 你告訴我 你們賣田地的家人就是這些嗎 他說什麼 就是這些 如果 在這裡像不像是 耶穌說 你們是就說是 不是就說不是 好 彼得給他一個機會 彼得給這個撒菲拉一個機會 就是 你還有機會承認 你賣的家人是不是就是這些 因為撒菲拉 他還有一個機會可以悔改的 結果 我們看見撒菲拉 他說就是這些 他說謊 他明顯的說謊 彼得說 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 於是 彼得他竟然說 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 到門口 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 所以有的說 是彼得殺了他 彼得他有從神來的啟示 他知道這個人 上帝要審判他 但是彼得並沒有叫人 不呼吸的權柄和能力 真正要叫人 沒有生命的是神 這也讓我想到 在出埃及記 在這個摩西他們出埃及的時候 在曠野流浪 有一批人 也是來到摩西面前 在挑戰他的屬林的權柄 這就是可拉一黨的人 我們都知道 在他們的對話當中 對話完了之後 當摩西說完 把話說完的時候 地就裂開了 就在那個moment 你看 上帝真的是跟他的仆人們 好像一起同工啊 當他的仆人宣判這個世界的 世代的罪的時候 當彼得宣判他們的罪的時候 上帝的審判不延遲 就在那時就來了 當然彼得他所宣判的 他不是自己的律法 他不是自己的義 乃是彼得他站在上帝那一邊 他有上帝的聖結和公義 所以弟兄姐妹 當我們有上帝的聖結公義 我們知道我們為誰而戰 為誰而侍奉 我們所侍奉的主是誰的時候 我們面對挑戰 面對即便是撒旦他的伎倆 我們都在神的面前有能力 阿們 我們站在神那一邊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公義和聖結 上帝 他會站在我們這一邊 因為我們站在神那一邊 當然彼得是這麼樣的完全嗎 沒有 我們在後面我們可以看見 當然不在今天的經文裡面 我們在別處看見保羅責備彼得 作假 那他也是不是假冒為善呢 所以我們真的看見 在這個moment 彼得他宣判的這兩個人 其實他宣判的是 他要攔阻這個魔鬼的工作 因為記得彼得說 撒旦為什麼入了你的心呢 如果彼得沒有把這件事情揪出來的話 亞難尼亞撒菲拉 他們還以為他們的這件事情沒有人知道 他們想要用他們的侍奉 融入這個同心合一的團隊裡面 他們想要融入當時的同心合一的團隊 這樣的侍奉當中 我剛剛一開始說那個詐騙集團 如果今天有十個詐騙集團的成員來到我們當中說 嘿嘿嘿 選我 我要參加你們的教會 他說我們來自於詐騙集團 他說我們要跟你們一起服侍 我們裡面會提心吊膽 我們裡面會有很多的問號 你們是來真的嗎 彼得看得見 亞難尼亞和撒菲拉裡面 他們是被撒旦所充滿的 在約翰的書信裡面他寫到 神的兒子顯出來目的是為了什麼呢 是為了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他是為了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上帝的兒子顯現出來為要除滅魔鬼的作為 凡從神神的就不犯罪 因為上帝的道存在他的心裡 當我們看見約翰他寫的這些書信的時候 我們會看見約翰他那裡說 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他分得很清楚 好像沒有一個灰色地帶 當我們在看到初代的教會 神的靈運行在教會當中的時候 他不容許一點點撒旦的作為在這當中 今天我們看見亞拿尼亞他們被審判 我們不要以為 我們比他們更好更棒 弟兄姐妹 若不是神憐憫我們 我很怕今天講完道 我也在這裡撲倒 我也禱告說 主啊主啊我今天傳講你的話 我並不是要指責誰的罪 而是我們一同要被神的話提醒 我們一同要知道 神是傾慢不得的 神是傾慢不得的 當摩西那個時候 在曠野 以色列全會中 他們都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聽清楚了 是遵照耶和華的吩咐 他們就按著戰口 從巡的曠野往前行 在立非定安寅 也就是他們順服上帝的引導 往前走 但是百姓他們經歷了一個困難 百姓說什麼呢 我們沒有水喝 所以就跟摩西爭鬧 我們要喝水 他說我們要喝水 摩西對他們說什麼 你們為什麼與我爭鬧 為什麼試探耶和華呢 弟兄姐妹 這一群人 他們試探的時候 他們說 到底耶和華神在不在呢 他們說 耶和華是在我們中間 不是 這段經文 我把它拿掉了 在《出埃及記》十七章 第七節 他們試探神在那裡爭鬧的時候 他們說 耶和華有沒有在我們中間 他們在那裡抱怨 這是試探神 試探神的屬性 神是無所不在的神 另外一個在新約我們也看見 魔鬼試探耶穌 把他帶到聖殿的頂殿 那個殿頂上面 在高樓上面 對他說 如果耶穌啊 如果你是神的兒子 你可以跳下去 因為經上記者說 主要為你 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拖住你 免得你的腳碰到石頭上 耶穌對他說什麼 經上記者說 不可試探主你的神 耶穌在這裡 告訴魔鬼 告訴世人說 我們不可試探主我們的神 這是上帝在聖經裡面的命令 神所命令的我們 如果去違反他 你挑戰他 這就叫做試探 看看上帝會怎麼樣 這叫做試探 所以在 在這個 在傳福音的時候 當他們知道 有一群猶太人 他們想要叫 這些的外邦人 他們繼續的守 這個猶太的律法的時候 記不記得他們怎麼說 我們不要這樣試探神 明明上帝要這樣定的是這樣做的 我們卻要那樣做 小心 我們所做的 是在挑戰我們的那位上帝 其實我們講到試探 試探試探 我們會以為只有聖經裡面講到的 試探叫做試探 我們個人好像沒有試探那位神 其實我們要小心 教會今天很大的一個危險就是 我們不敬畏神 我們以為神不知 我們以為神不在 我們以為神不能 是不是很危險呢 網路上面有一個笑話 他講到 來到教會像隻羊 回到家中獅隻狼 羊皮披在狼身上 外面看看真像羊 回家掛在牆壁上 下個禮拜再穿上 他講到 如果我們沒有真的 從心裡面敬畏神的時候 好像參加了一個教會 然後我們看別人做什麼 我們也跟著做 哎呀小心 我們就是披著那一個 好像要裝成那個羊 但是我們裡面的生命 其實完全沒有被對付 我們還是舊有的生命 所以我說 為什麼我們需要聖靈的恩高 弟兄姊妹 我們為什麼需要聖靈的恩高 如果我們聽著神的道 我們聽著神的道 我們沒有聖靈的能力 我們沒有起來呼求主 我們沒有求主啊 主啊你幫助我 我離你的道甚遠 我需要被改變 我需要認罪 我需要有你賜給我力量 改變我的生命 如果我們不呼求聖靈 弟兄姊妹 我們如果不對付我們自己的罪 到我們見主面之前 我們裡面的敗壞 可能還是原封不動 原封不動 來見神了 弟兄姊妹 我們屬靈的生命 跟信仰多久 跟我們信耶穌多久 沒有關係 有些人說他標榜 我聖經讀很多遍 十遍二十遍三十遍 弟兄姊妹我從來不敢 數我自己聖經讀幾遍 因為我知道講這些沒有用 並不是說讀聖經不重要 而是我們聖經好好的讀一遍 好好的遵行這一遍就夠了 你們同意嗎 讀很多遍 我常常跟我的師母講 我說你讀這麼快 現在我們喜樂團契在馬拉松 所以他們常常每一天都有進度 每天都要那個進度 然後我看到他睡前的時候 他還不放棄在那邊讀聖經 我就問他說 那你還記得前天讀的東西嗎 我自己如果有好好做筆記 自己去慢慢地去 邊讀邊畫圖 邊讀邊去理出一些的原則出來 就像葛牧師教導我們的 說你讀聖經是要去遵行 要把那個原則找出來 所以我們成島每天都是在問 你要怎麼活怎麼應用 其實聖經真的是不用讀 要讀很多遍 但是更重要的是 把它活出來 否則我們會 像那個披著 披著羊皮的狼 我真的不好說我們是狼 沒有 我並不是要這麼說 我不是要編損大家 而是我告訴我自己 我們如果原封不動地去見神 把我們的敗壞 封存得好好去見神的話 那我們裡面 就有那個不屬神的生命 到時候會被神打屁股的 審判 欺騙神是會遭受審判的 不要以為時候不到 不要以為你看不見就沒有 審判要從神的家開始 我記得葛牧師在上上禮拜 也講到亞拉尼亞沙菲拉 他也說 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 葛牧師還加了一句 如果神究察罪孽 我們沒有一個人站得住的 當時我坐在下面 我說這一定是神給我們的信息 因為那時候我的道已經寫了 已經PowerPoint已經做了 我也要這麼講 弟兄姊妹 審判要從神的家開始 教會需要對神敬畏 如果我們今天以為 我們到時候一定會被提 我們就不會好好面對我們裡面的敗壞 有一些的神學 可能有一些的盲點 神學家他也說不準 將來的審判到底是怎麼樣呢 每一次我聽那些學派在講這個 什麼時候提什麼時候提 將來的審判是怎樣 其實都講不清楚 因為神並沒有啟示 但是有一點很確定的是 神會審判不義的 在這裡看見 彼得說的 時候到了審判要從神的家起手 若是先從我們起手 那不信從神福音的人 有什麼結局呢 下面又問了另外一個問題 若是一人僅僅得救 那不前進的和犯罪的人 將會有何地可戰呢 講得很清楚 罪人、義人、這些天使 這些不敬虔的犯罪的人 所有的受造的 都要站立在神的面前 所以撒旦試探 撒旦會不會 魔鬼試探耶穌 他會不會有不好的結局呢 結局已經定了 他等候審判的 時間已經定了 所以傳道書裡面講 生有食、食有食、栽種有食 拔出所栽種的也有食 萬物都有定食 所羅門他說 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 無所增添 無所減少 神這樣行有一個目的 神做的剛剛好 祂做的不多也不少 叫做神所增添 無所增添無所減少 神做的一切 祂不是白做的 今天神在我們生命中裡面做的工 沒有白做的 祂讓我們所受的試探 沒有白做的 讓我們所受的苦 沒有白做的 甚至把一些不好的人 放在我們生命中 這也是神允許的 教會中有敗子 有麥子 等到審判的時候 就見真章了 講了這麼多 神的話語 這麼多的懲戒 這麼多不好的例子 這麼多的危險 看見被審判的例子 以色列百姓經歷了很多的危險 甚至國被滅了 有一個目的 其實就是要告訴我們 人在祂面前要存 敬畏的心 我們看見 當神出手 把亞難尼亞和撒菲拉這件事情 做個 當下有一個 很嚴重的審判 這個審判超過了我們的想像 超過了人的期待 這個審判的時機 我們也沒想像 就是當下 就是即時 接下來我們又看見 教會繼續恢復他的同心合意 真實的同心合意 我剛剛說的 不含詐騙 不含欺騙 是不含這些欺騙的成分在的 所以為什麼神要出手 為什麼神要在這兩個人的身上開刀呢 因為當時聖靈的工作實在是 太強大了 我們看見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間 行了許多的神機啟示 包含他們剛剛能夠釋透 使徒能夠釋透 這個犯罪的人的心裡面 有魔鬼的意念 哇 這都是上帝的能力 記不記得耶穌曾經也看見彼得說 撒旦 退到我後面去吧 但是彼得為什麼沒事 我說這是神的主權 這是神的怜悯 主借使徒的手在民間行的許多的神機啟示 他們都同心合意的在所羅門的廊下 做什麼呢 我們看見 這裡使徒還有一些信的人 你們的聖經上面會有寫 獲益 他們獲益 信的人 就是使徒和這些信的人 他們都一起在福音的現場 在哪裡呢 聖殿附近那個走廊 在那個所羅門廊下 在那裡傳福音做見證 接下來我們看到其餘的人做什麼 其餘的人對他們產生一種敬畏 知道神在他們的當中 這件事情真是害人聽聞 太可怕了 這件事情在他們當中做流傳 所以人對神產生一種敬畏 這就是神的目的 神的審判 其實他並不是要 神是為了要拯救我們 審判的時間還沒有到 但是必要的時候 神會出手 我們都不要預設神不會 神不能 神不知 因為主權是在於神 當我們看見 他們在那裡同心合一的時候 出現什麼光景呢 不信的人就尊重使徒 百姓卻很尊重他們 其餘的人沒有人敢靠近他們 然後我們看見 信而歸主的人就越來越多了 教會增長 一個增長的教會 絕對要有屬靈的紀律 弟兄姊妹 我們不能允許 那不同心合一的事情在教會 不同心的時候怎麼辦 一起禱告 唯有一起在主的面前 我們才能夠放下 否則我們常常會堅持幾件 看不見別人的立場 看不見別人的出發點 以神為中心的同心合一是什麼呢 以神為中心的同心合一 以神為中心的同心合一就是 什麼是同心合一 就是以神為中心 第一個要以神為中心 我們侍奉不能以自我為中心 另外一個同心合一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人人都要參與 叫做同心合一 人人參與 侍奉 人人參與 服侍 人人參與奉獻 人人參與傳福音 在初代的教會 人人傳福音 人人起來奉獻 人人起來服侍 最後看見 人人歸向神 其實在這個的下文 我們可以看見 好像聖靈 看似 在上文我們 在本文我們看見聖靈很嚴厲的 但是在下文你可以看見 其實上帝做這個懲戒 好像讓人家害怕 其實上帝有一個心意的 上帝的心意是聖靈是要賜給那些順從的人 聖靈要賜給 要賜給這些的信徒 與他們同傳福音 同位主做見證 所以聖靈 他不允許撒旦 在教會裡面做破壞的工作 聖靈教官的時候 我們要警戒 復興來到的時候 我們要警戒 所以有一次我跟葛牧師 我在聊天的時候說 如果 如果現在就復興 我們恐怕 在主的面前 很多都要受責罰 所以在我們 渴望復興之前 我們真的要好好認罪 否則主真的在我們同在的時候 不曉得 這個懲罰會多大 最後彼得 在他的書信裡面提醒我們 萬物的結局進了 所以我們要怎麼樣呢? 謹慎自首,謹行禱告 最要緊的是 彼此切實相愛 真的相愛 誠實的相愛 不帶條件的相愛 不帶目的的相愛 因爲 因為愛能遮嚴許多的罪 你們要互相款待 不發怨言 個人要照所得的恩賜 彼此服侍 做神百般恩賜的好管家 十一節講道 若有講道的 要按神的聖言講 若有服侍人的 要按著神所賜的力量 記得 不是按著自己的欲望講 不是按著自己心裡面的欲望來服侍 不是按著興趣服侍 乃是以神為中心的侍奉 目的是什麼呢? 叫神在凡事上 因耶穌基督的榮耀 原來榮耀全能都是祂的 直到永永遠遠 阿們 願我們教會 願我們弟兄姊妹 我們在一起 我們裡面就有個心智 我們要真實的同心合一 記得這個真實是不含欺騙的 不含這種不好的動機的 乃是以神為中心的 願神赐福我們 阿們 這時候我們一同來禱告 我們一同來禱告 天父我們來到祢的面前 主啊我們看見 亞拉尼亞和撒菲拉他們的服飾 在人看來 他們好像表現得很好 但主啊在祢的眼中 他卻是試探神的 他卻是不討神所喜悦的 主啊因此我們今天來到祢的面前 主啊求祢聖靈的光光照我們的裡面 讓我們看見 在我們心裡面有沒有隱藏的惡 有沒有隱藏的動機 錯誤的動機 有沒有試探神的行為 有沒有以為神不在 神不知神不能 以至於我們 放 以至於我們的行為 不討神所喜悦 講出一些不討神所喜悦的話 做出一些暗昧可恥的行為 主啊求祢聖靈光照我們 讓我們不要行在這條路上 主啊乃是更多的親近祢 更多的求主的聖靈 交灌在我們當中 讓我們真實的彼此相愛 有講道的按著聖言講 有服事的時候 按著神所賜的能力服事 為的是要榮耀主的名 願主祢在我們的教會中 在我們個人身上得榮耀 謝謝主 垂聽我們的禱告 奉靠耶穌基督 寶貴得勝的名求 阿們